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行程是跟我朋友約去穿和服體驗 那那個和服體驗的店在五賀公園的旁邊 我現在已經來到大喉風園站了 現在就是準備走去那間店 從那個大喉公園的門口進來也沒有很遠 就在那個五賀公園的旁邊而已 這個地方 好 就是這邊啦 這邊就是有賣東西 然後可以和服體驗 一切的唐一票 最少的賣物 我來推廣一下 一樣的小格子 我們在要支撐的時候 MP3 我們要的推廣一下 X4 這邊就是有很多種的髮型可以挑選 我剛剛挑的是這一個 那現在就是先做頭髮 有點期待因為我覺得他們日本人都很會做頭髮 然後頭髮大概不到10分鐘就做好了 我覺得還蠻喜歡的耶 他們做出來的這個線條啊 感覺就是都很活潑 不像說我平常自己弄的話 我線條可能就會抓得比較死 我穿好啦 其實穿這個和服大概還要穿個20分鐘左右耶 沒有那麼快 轉圈 腰帶 好 就是我剛剛是挑這一件嘛 因為我覺得現在夏天這個顏色看起來還蠻清爽的 可是結果這一件我穿不下 那我就跟他無緣了 所以現在改穿身上這一件 然後因為就是也換了一個色系 所以我的花剛剛也去換過了 現在換成紅色的花 我同學背面現在看起來非常的可愛 他挑了一個正袖 正袖是20幾歲的年輕女生穿的嘛 20歲的年輕女生穿的 所以他剛剛就跟那個 幫我們穿和服的姐姐們說 他還沒結婚這樣 他這個樣子 有一間餐廳我是第二次來 這間餐廳叫做 Royou Garden Cafe 然後我們就是剛剛穿著河服 在外面四處遊蕩拍照 大概拍了一個多小時 太陽實在是太曬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進來密室 對,我想到昨天的河服體驗我還沒講心得 所以就在這邊錄一下河服體驗的心得吧 昨天在五賀公園旁邊的那一間河服體驗館 我是覺得他們的收費還算滿便宜的 我們選有弄頭髮再加上大花的套裝 這樣子一個人才五千日圓 我覺得價位算是還滿OK 不過就是他們外語可能不是很通 我那個時候走進去的時候 一邊用中文跟我朋友聊天 然後他就以為我們完全不會日文 所以他們對我們的態度是有一點點沒有禮貌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為擔心我 聽不懂還是怎樣 他當時要幫我換衣服的時候 他對我講說 A nada 然後就指了一下說叫我站那邊 然後其實在日文裡頭 你直接叫人A nada是滿沒有禮貌的 可是後來他發現我同學會流利的日文 然後我也聽得懂一些之後 他們才開始改變態度變得比較可氣 那我覺得這一點 一開始的沒有禮貌其實也還好啦 不是到非常沒有禮貌 只是覺得有一點點 不知道其他人有沒有遇到這樣子的情況 好那如果你有去那一間和服體驗館體驗過的話 再跟我說說你的心得感想吧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開小鈴鐺喔 我是默默 咱們下回見啦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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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